辅佐北魏太武帝灭亡胡夏 北梁等国 击破柔然 定策统一北方 三代帝王的谋主崔浩 崔浩自伯渊 小自曹姐 清禾郡东武成人 南北朝时期北魏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谋略家 曹魏司空崔宁七世孙 北魏司空崔洪的长子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氏族 清禾崔氏 崔浩自绍喜好文学 博览经史 悬向阴阳 百家之言无不涉及 经言经义 时人没有赶得上他的 未成年就为直郎 北魏道武帝天心年间 崔浩任己师秘书 转任著作郎 道武帝因他公于书法 让他经常跟随左右 永兴元年 公元409年 道武帝被其子拓跋少杀害 后由道武帝长子拓跋四继位 即明元帝 明元帝被崔浩为博士忌久 次决武臣子 崔浩常为元明帝讲授经书 每当交赐天地时 崔氏父子都乘坐宣兆车 时任羡慕不已 沈瑞二年 公元415年 北魏都城平城 连年双汗 秋谷欠收 发生粮荒 云中带军一带 很多百姓饿死 九月 太使令王亮舒坦 对元明帝建议迁都 元明帝向群臣咨询意见 崔浩和特径周战 反驳迁都 后来元明帝听从了崔浩的劝告 挑选了一批最贫困的民户 下派到山东定乡议三州谋食 派左部尚书周籍 率军镇守颅口 以安抚管理鸡鸣 令汉民每户出猪米五十时 来养活这些穷户 同时 清醒极田 令有私客却农丧 到了第二年秋天 收成很好 百姓富足人心安定 国家因此也渡过了难关 元明帝很是高兴 赐了崔浩周战 每人窃一味 御衣一套 捐五十匹 免五十斤 太长元年 公元416年8月 东晋太尉刘裕 北伐后勤 水路并进 进军势如破竹 后勤年年败退 次年3月 刘裕率水军 自淮寺入清河 准备逆黄河西上 为顺利进军关中 刘裕派人向北魏借道 元明帝召集群臣商讨戒道之事 遭到满朝公卿的反对 认为刘裕此必有徒位之意 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 沿河西上 只有崔浩 站出来反对说 柔然不断向我侵扰 国内劝良 我们不宜出兵迎击 如果向南出兵 则北扣进击 如果出兵就北方 则东方又面临危机 因此 不如借道刘裕 纵其入关 然后堵塞其归路 这样就像变装打虎 专等两虎搅斗之后再动手 就可以一举两得 元明帝还是担心 中了刘裕之计 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 派司徒长孙松 率领步骑十万人 驻于黄河以北 并派出数千骑兵 于黄河北岸 跟随与监视刘裕军的西上 刘裕进军受阻 岁于四月 以车兵公辱兵 及长矛兵等 组成雀跃阵 魏军以三万骑进攻 大败而归 阿伯干等被斩 元明帝闻魏军惨败 后悔不迭 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等到刘裕兵临同关时 明元帝又问济于崔浩 崔浩回复说 过去姚信浩虚名 而无实用 其子姚红又生病 众叛轻异 刘裕趁人之威 兵精将勇 以臣看来胜利在握 拓拔四问道 刘裕军事才能 与慕容锤相比如何 崔浩答 刘裕更强 明元帝说 刘裕已经入关 不能进退 我派精锐骑兵南袭 蓬城寿春 刘裕哪里能自立呢 崔浩回答道 现在西北二寇未灭 陛下不可亲自率领六军出征 兵重虽甚 而将领之众 却无韩信百起 掌孙松有治国之才 而没有进取之能 不是刘裕的对手 承认为待之不晚 明元帝笑着说 李思亮的我已经知道了 传说明元帝常有小病缠身 屡见怪异之物 他派宦官秘密地询问崔浩 崔浩先劝明元帝宽心 为其解释疑惑 而后又劝其立储君 明元帝接受了崔浩的意见 于是让他奉策告示宗庙 让长子拓拔韬为国副主 在镇殿临朝 明元帝必居西宫 时隐而暗查之 听起决断曹政 大为高兴 太长七年 公元四百二十二年 刘裕去世 明元帝想趁机攻取 洛阳虎劳华台 崔浩说 陛下不以刘裕篡位为怀 接受他的贡务和使者 刘裕也敬重陛下 不幸他今天死了 我们蹭桑讨伐他们 即使得手也不光彩 明元帝坚决要北伐 劫难崔浩说 刘裕因姚心死而灭其国 刘裕死了我讨伐他 怎么不可以呢 崔浩坚持说道 姚心死时 二子纷争 刘裕才讨伐他们 明元帝大怒 不听崔浩的话 于是派西京南伐 西京等渡过黄河 先攻华台 经久不拔 上表请求援军 明元帝发路 于是亲自南巡 拜崔浩为向州此事 加左光路大夫 随军为谋主 等到明元帝回朝 崔浩跟随其出巡西河太原 崔浩登高坡之上 夏林黄河旁南山川 感性大发 于是与同僚讨论 五等郡县的氏与飞 考察秦始皇汉武帝的得失 对他的好顾实质 大家身为蛰伏 天师寇千知 眉与崔浩谈话 听其论古代治乱之际 常常从早听到晚 神情严肃从不戒戴 随即又赞叹道 你的话很好 都可实行 你也可谓称得上是当今的高摇了 但世人因为跪远渐近 不能深刻理解你的话 崔浩之后受启发 著书二十多篇 上推太初 下进秦汉便秘之计 大义先以恢复五等制为本 太长八年 公元四百二十三年十一月 明元帝驾崩 拓跋涛即位 是为太武 此时太武帝身边左右官员 记恨崔浩的正直 一起排挤诽谤他 太武帝虽然知道他的才能 但不能不接受众议 故而罢出了崔浩 让他以公爵的身份归家贤居 但碰到有什么疑难 太武帝都亲自招来讨教 崔浩性情敏达 常于计谋 常自比西汉开国谋臣张良 认为自己在通古方面 还胜过他 既然赋贤在家 因此打算修炼服饰养性之术 而寇千之 有神中路途心经 崔浩便拜他为师 时光年间 崔浩被禁封为东郡公 败官太常青 当时朝中正议论讨伐 胡夏贺年昌的事 群臣大多认为这是件难事 只有崔浩说到 往年以来 盈霍兴再次守住羽灵兴 并都形成勾起之状 这就是预谱了秦的灭亡 而且 今年五星一起出于东方 这是有利于西伐的征兆 天应人和 时机到齐了 不可失去这个机会 太武帝于是命令西津等 出击板谱一带 自己清帅 清起起席席下都 统万臣 大胜而归 后来 太武帝又要再次征讨贺年昌 到了统万臣下 收集兵马假装撤退 贺年昌鼓噪而来冲突前进 将阵营舒展为两翼 时至风雨从东南而来 沙尘暴略 天地昏暗 宦官照离禁言 现在风雨从敌军后面而来 我军正向着封杀 而敌人则背对着封杀 填不住我 况且将士又十分饥饿 希望陛下领着队伍躲避他们 待日后再图大境 崔浩插折他道 这是什么话 千里之外前来制敌 一日之中怎么能有变化呢 贼军现前行不能停止 和后方远离断绝 更适宜我军分队隐蔽出击 趁他们不注意而攻打他们 对付封的办法在于人的谋化 有什么规律可循呢 于是太武帝重新部署 全力反攻 下军全军溃败 赫年昌逃奔上规 攻克统万臣后 太武帝为摆脱北面柔然 与南朝宋父辈受敌的威胁 决意集中力量 打击柔然 宫卿大臣们担心 宋军趁机北进 竭力劝阻 连太武帝的卢母 斗太后都极力阻止前行 只有崔浩极力赞成 他很有把握地说道 宋自刘豫去世后 元气一直未恢复 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 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 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 如如下手 夏国已被我打伤 大伤元气气数已尽 灭亡夏国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如气势嚣张 不可一世 常口吐狂言 我国还未真正重闯他 必须要调集精兵 趁如如骄横轻敌的时机 与迅雷不羁掩耳之势 长驱直入如如境内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倒是一定能获全胜 为了打消太武帝最后的疑虑 崔浩又禁言道 刘义龙今日君臣 非刘欲事可比 他们如今赶来 譬如小马小刘斗虎狼 有何畏惧 如今夏季 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 秋天深处肥壮 方才集中 天寒时南下掳掠 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定能成功 只怕朱将不肯深入 不能全胜 崔浩口落悬河 蛇战群臣 终于令太武帝彻底消除了疑虑 决意大举讨伐柔然 这次远征 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的谋略 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柔然主力溃败 提出和亲 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 也正如崔浩的担心 当魏军进到卓崖山 朱将怕有伏兵 劝太武帝停止进军 7月 魏军班师 后来得到情报 再前进两天 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 太武帝为此后悔不已 沿河元年 公元432年 太武帝灭亡北燕 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 只剩下西北角的北梁 苟延残喘 太延五年 公元439年 太武帝讨伐伐梁之事 群臣反对 尤其是安息将军李顺 反对的最厉害 李顺作为太武帝的特使 出使北梁十二次 对北梁的情况 了如指掌 也曾在太武帝面前 预言北梁拘去是离败亡不远 但是 此人贪财 逐渐被北梁人用重金收买 太武帝此前数次 想要对北梁出兵 都被李顺劝阻 这次他看到太武帝决心太大 只好编造谎言说 从温原水以西直到沽藏 遍地都是枯石 绝对没有水草 当地人说 沽藏城南的天地上 冬天有积雪 身打几丈 春季和夏季的时候 积雪融化 从山上流下来 形成河流 当地居民就以雪水入渠 灌溉龙田 如果梁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道 一定会断绝取口 让水流尽 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 箍藏方圆百里之类 土地因无水 春草不生 我军人马难以久留 崔浩听后反驳说道 汉书地理之中讲道 梁州的畜产 天下最为富饶 如果那里没有水草 牲畜怎么繁衍 另外汉朝绝不会在 没有水草的土地上 新成祝国 设置郡县 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 只能应润土地 收敛尘土 怎么能够挖通渠道 灌溉龙田呢 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 李顺恼羞成怒地说道 耳闻不如眼见 我曾亲眼见到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 崔浩一针见血地说 你接受了金钱贿赂 就想要替人说话 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 就会被你蒙蔽吗 后来 泰吾帝决意 轻率大军讨伐 当看到孤障城外 水草茂盛 便十分痛恨李顺 对崔浩说道 你当年说过的话 今天果然应验了 崔浩回答说 我不敢不说实话 一向如此 除了以上事件以外 崔浩在平息 薛酉中 盖无暴乱 征讨土墨谷部落 土玉魂以及南真 刘宋等战争中 屡献其谋 屡见其功 太武帝曾对崔浩说道 你才智渊博 立是我的主妇和我的父亲 尽忠三世 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 希望你凡有所思 直言相告 助我治世 我有时脾气不好 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 但过后尽私 却总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太武帝对崔浩不仅是信任 而且很亲近 他有时到崔浩家中 向他请教 太武帝曾召集重尚书 下令道 日后反属军国打击 你们不能决定的 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 然后再可实施 在太武帝镇压盖无起义的过程中 崔浩曾倾见四僧 藏力武器 崔浩笃心道教 主张废佛 太武帝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 焚烧寺院 捣毁佛像 使称三五之祸 寇千知已杀身过多 曾苦求崔浩 劝阻他灭佛 崔浩不但没有听从 反而极力劝告太武帝 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 当时一进之内无附沙门 朝野间怨声载道 崔浩掌权后 企图按照汉族的释迦大族的传统思想 整理分别和规定士族的高下 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太子拓跋谎兼国时 崔浩自视财略 及太武帝的宠人 专治朝权 一次曾推举义、定、乡、幽 并五周人士数十人 都自起家直接任郡守 但直接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 直接原因是国际事件 当时太武帝要编国史的墓地 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 但是国际休闭后 参与其编著的令史 敏镇 西标建议把国史 钻刻在石上 以张纸笔 同时 粘刻崔浩所著的五金 敏战西标巧言吝啬 平时以阐释崔浩 而获得崔浩的欢心 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 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 营造了一个国际和五金柱的碑林 方圆130步 用功300万方才完成 由于国际丙笔直书 尽数拓拔式的历史 祥辈而无所避讳 其中直输了拓拔式 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 在石碑树立在通渠大陆旁 引起往来行人的议论 先碑贵族看到后 无不愤怒 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 指控崔浩有意抱扬国务 太武帝命令收补崔浩 及秘书郎立 审查罪状 太平真军11年6月初十 公元450年7月5日 太武帝下诏诛杀崔浩 同时 秘书郎立及常立生数百人 也被定罪杀死 而亲和崔氏同族 无论远近 包括其殷亲泛杨卢氏 太元郭氏 河东柳氏 都被连坐灭族 史称国使之欲 崔浩死后不久 太武帝北巡殷山 后悔诸杀崔浩 一年后 太武帝反思行往太密 令人改定律令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 身为道武帝 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其中 作为北魏统一战争的谋主 他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 重大的军事决断 多谋善断 算无一策 与剑功勋 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 起了重要的作用 明元帝在位时 崔浩开始参与重要的决策 他在战略上的主张 为一贯的难守北宫 太长四年 东晋全城刘裕率兵 北宫后勤 北朝朝城都以为 对刘裕不可放松 应当先发制人 唯独崔浩主张不加干预 他估计 刘裕必胜 后勤必亡 但是 男人无法久住关中 且刘裕得胜后 也必将回师篡进 不如重旁观察 等待时机 秦帝终必为我所有 后来的事情 都如他的预料一样发展 崔浩主张 对北方的游牧民族 予以歼灭式的方式解决 太武帝承用他的计谋 公讨柔然 俘虏其大量身处人口 并进兵西北 灭了湖下 以其人口充实精师 派中原豪强的户口 去充实西北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陈寅克认为 崔浩之死 或以为是 华谊之变的民族问题 或以为是 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 其实不然 其主要原因 是应在社会阶级方面 即崔浩欲 其整人论 分明信族 终因国史之事 离祸 在国史之狱中 北方士族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北宋著名史学家 刘斑等认为 国史之事 根本原因是 鲜卑贵族 与汉族 赵魏大族的矛盾 而崔浩 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 国史之狱 不过是一个借口 Friendly 虚无论